歡迎來到Finture 我是阿芬 謝謝大家來參與我們今天的 寶可夢 高雷 第三彈的體驗 在我們第三彈這一次 追加了 公園傳說寶可夢 蓋歐卡菇拉多 好 那麼來吧 看第一場可以遇到什麼 都是新的 來找個盔甲鳥 第二世代的盔甲鳥 新玩家應該不認識牠吧 大家應該會對於鋼鎧鴨比較熟悉 有沒有牠屬性非常像 就是被鋼鐵包住的鳥 來了 直接抓到盔甲鳥 是黑眼二嗎 是流氓二啦 記錯牠名字了 這個流氓二是小智的王牌 牠在神奧地區 欸 是神奧嗎 我們記錯 流氓二是來自哪一彈 請解答 其實剛剛在考大家 合中是不是 我早就知道了 我在考你們了 完蛋啦 不 不要啦 還好是卡米貝 卡米貝可以介紹 因為牠是水系的 可以去刻到我們的地面系流氓二 有另外一支派這個 對對對 來吧 好聽的音樂還在嗎 幫我聽一下 因為周董說沒有 第一場看能不能抓到這支四星的 有的人有聽到 有的人沒聽到 有的人沒聽到 流氓二 有但是很小聲嗎 那我調大聲一點 讓大家聽清楚 強大寶可夢的 好 切血 隕石成怒的呼喊 這個雙刃丸 傳說阿爾宙斯裡面 擔任主角 跟木木霄 還有火爆獸 擔任火水草 初始百物可夢 雙刃丸四野沒有錯 還可以接收嗎 完了我這邊都火了 爆開 玉婷看看 謝謝各位的加油 輸了我的烹火龍 豬用的果然不行 超級進化 大家小心 我的水晶龜 要發歪了 OK 我們的第一隻四星 流氓二抓不抓得到呢 嘿 超級球有機會 第一把就抓到四星的話 也運氣太好了 一個 兩個 有三個 沒有 真的是流氓 我們選青藤蛇怎麼樣 剛精靈球之力 那這把我穩了 我一定穩抓這隻流氓二 什麼 竟然 超強極限抱怨彈 應該一次就過了吧 我們這個四星的 打這個二星一星 又是克制 蠻好錯 水辣 有了 同時抓到兩隻 第二把 第二把 出了 中顏狼人以及流氓二 完蛋了 岩石系 還在 但是我們屬性還是不利 有了 有了各位 這把我有精靈球之力 有機會 來了 你們要辦事了 完蛋 你們到底有沒有機器 超級球 這麼一大排的超級球 我竟然還丟得到高級球 一個 兩個 哇 我們這個是第幾把 第三把 就抓到這隻四星了 不錯不錯 這兩隻我都要 給你們欣賞一下 四星流氓二 他的招式是地面屬性的地震 那接下來是這個 三星的中顏狼人 長得跟二彈的很像 但是他招式不一樣 二彈是尖石攻擊 三彈是岩崩 哇 我運氣怎麼那麼好啊 四星年初耶 君主蛇 有點驚喜耶 我沒有預料想到 我會這麼快遇到四星 而且還剛才看到 下面有一個三星的班基拉斯 看能不能運氣很好 在這一把通通都遇到 君主蛇 來給大家看一下 四星流氓二 另外一隻派 一樣拍Z招是路卡利歐而已 四星 不夠啊 這個地面系的地震 打不太出來 是君主蛇的非夜風暴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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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隻四星 贏了 連續兩回合都下四星的話 運氣也還蠻不錯的 我們抓這個沙基拉斯 選抽泥好了 口水擦一下好不好 是班基拉斯出了 你要問這個 謝謝 然後這個是 這個粉只有便宜的 再次的比賽 哇太好了吧 剛剛那個蟲之森老闆跟我講說 在蟲之森這邊有我們的觀眾 他很喜歡我們 他說要送給我們這一張 活動卡 波爾凱尼恩 我不用參加 我就有這張波爾凱尼恩了 非常非常謝謝他 他背景是那個紫色黃色的 那個放射狀 很像太陽的樣子 啊怎麼是噴火龍 完蛋 待會那個岩石器一過來 我們就 我們就爆開了 因為原本是預設會遇到君主蛇 但我剛剛一個拿到波爾凱尼恩 開心了啊 我就忘了換了啊 超強極限抱怨蛋 等火龍讓我看看你的極限 你能夠克服屬性不利嗎 還不錯喔 還不錯喔 但是你要扛住這一招啊 鑑石攻擊來了 會一石二鳥嗎 沒錯 不管是超級版還是沒超級版 都扛不過 嘿波爾凱尼恩 另外一隻拍 地面系的流氓二 可是流氓二如果打過去 就沒有波爾凱尼恩的機會了 因為班基拉斯就死了 沒錯 我覺得班基拉斯好像在ガオレ裡面 擔任打手 他的屬性比較不利 他很容易會被克制 擔任支援者的話 他就不會被打 他就比較還好 超級球來抓個三星班基拉斯吧 有沒有機會 班基拉斯不管在哪一個平台的 系列遊戲都是我的主力耶 沒有辦法 太好了 又是班基拉斯君主神 我現在才注意到 這一隻波爾凱尼恩跟五星的不一樣 他的那個寶可夢能量2620 五星的是4060 強度應該也是有差的 這招是專屬招式喔 蒸氣爆炸 因為沒有寶可夢 同時能夠 偷得住水屬性加上火屬性的這個人設啊 只有我們換隻寶可夢波爾凱尼恩可以 來吧 班基拉斯 一個 兩個 兩個 哇 班基 把君主蛇也叫出來吧 欸我湊湊你耶 欸 水啦 有喔 又是超級球喔 超級球給我們希望 沒有錯 1K 沒有錯 班基拉斯 那個君主神還要再跟他培養一下感情 1K 5 5 會 有 激